我们来到花莲南区玉璃镇长蔡秋龙因涉滩 3月9号被花莲地院裁定积押后 蔡秋龙也被县政府停职 由傅昆琦立委服务处花莲执行长江东成 转任玉璃镇代理镇长 3月22号宣誓上任 从花莲县副县长严新张手中 介绍玉璃镇长应姓的代理镇长江东成 63岁警戒服务30多年退休 2018年底徐振卫当选县长后进入县府服务处 历任地震处长 明镇处长 去年7月转任立委复昆琦花莲服务处执行长 我想有一些稍微停滞或者是推行力方面 可能不是很足够的地方 这方面我想每一个案子 每一个建设案建议案 我会拿出来做检视 然后就研讨其中的相关的法令 相关的推动的一些困难度 或者是人力方面的调备 我想这方面我想地方的基层的一个建设 民众的最需求的一些建设方面 我想会列为第一个要务来推动 玉璃镇长蔡秋龙因涉滩 3月9号被花莲地院裁定积压之后 蔡秋龙也被县政府停职 由布昆琦立委服务处花莲执行长江东成 转任玉璃镇代理镇长 3月22号宣誓上任 不过有别于他案是代理到任期届满 在任期12月25号任期届满之前 只要蔡秋龙没有被判刑 不但积压其满 可以申请复职 也不会影响参选的连任资格 记者高松双预证采访报道